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 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 和许多明星喜欢在豪华酒店举办婚礼不同 和解贺子民的婚礼 选在了位于京郊的某中式别墅中 取近通幼的院落既和大自然亲密接触 又有较好的私密性 典礼现场虽然不大 但却布置得温馨浪漫 黄强威和黄气球相应成趣 小喷泉又为现场增添了活力 而女主角何杰当天则以抹胸连袖白上亮相 虽然略显保守 却很有小公主的气质 说不上来 现在已经来不及去感受 现在此刻是什么心情了 谁做家务谁管钱 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样的小约定 我俩早就约定好了 结婚之前就已经这么办了 这怎么办的呀 在家肯定就是我做饭 我做饭 那谁刷碗呀 我 家务都是你负责什么用 他负责品尝 那两个人就平时生活中有没有 会不会有些吵架呀什么的 吵架肯定会有 但是我一般来说都不还口 然后在他发怒的时候说什么 我的妆没天见 然后我就跟他吵 但一会他冷静了呢 我们再聊这样就好了 负责会不会觉得自己还挺悲宠的这种感觉 对啊 他他像 像有时候像我爸一样 当然 婚礼当天不少好友的出现 也让和杰贺子明这对新人兴奋不已 和杰出道于2005年一档 红遍全国的歌唱比赛节目 比赛让他收获了事业 也帮他积累了友情 当天 零五届超女 叶宜倩 黄雅丽等奇奇亮相 和和和杰同赛区的李宇春 张亮颖却并未出现 这让三人的友情多少显得尴尬 有像春春啊有没有给你她的短信啊 或者是说打电话啊 对的 春春好像现在还没有她的音讯 不知道她在哪 没有音讯 给她发了信息 她是没有回 也不知道是在忙什么 可能工作太忙了 那当亮颖呢 也是 不过在零五届超女小伙伴们的微信群里 未能到场观礼的周笔畅 却第一时间给和杰送上了祝福 有啊周笔畅啊周笔畅也有 对我们有群 然后都会第一时间能发 好像今天第一个发的就是笔畅啊 对对对 老周 老周 他说的什么呀 他说什么了呀 他说什么 他说新娘子从今天开始要更幸福哦 然后好几个 好多亲嘴 对好多亲嘴 除了超女借和杰婚礼大集合 快男陈楚生 苏醒也都带着大红包印邀前来 而另一位闺蜜张瑶 因为跟和杰关系太铁 甚至还有了和她一起怀孕养胎的打算 我很希望他们能够快点生宝宝 对因为 其实我跟和杰也约了 我说最好咱们俩能赶上一波 然后一起这样互相有个伴 我觉得她父母比较着急 其实也没有 我跟我婆婆会 就是没事就旁边旁敲侧击的说 一些比较看似着急的话 比如说什么 以后有了孙子了 该怎么去计划 教育他们 实际上是说给我们听的 我觉得 哇 嗯 好 好